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杀了家人 然后自杀 这个消息震惊了国内外 同时也让我们联想到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杀人者跟被杀者之间 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 这样的行为又要担负什么样的因果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首先我们要知道 多人是自杀或者是杀人 都是罪恶 也是对于自己对他人 是一项最严重的错误的行为 如果自己不想活了 自杀 但是呢 在自杀之前呢 觉得有啊 不甘愿 自己死了 他好像很不值得 因此要 找一个 人呢 跟他同归一尽 那么这个人 就是对方啊 对他是 不利的 或者是对他 对他不起的人 相反的 对他非常好的人 非常好的人 他们也希望啊 给他同归一尽 这种观念呢 有的呢 是因为 一向以来 人的 一种迷信 认为啊 在生的时候 能够 在一起 做亲人 做朋友 那死了以后呢 还可能在一起 做啊 亲人 做朋友 那么像这种情形 是一种迷信 这个 事实上是不可靠的 因为 我们活着的时候啊 各有各地啊 因缘啊 而因缘的促成呢 使得大家生活在一起 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这些死了以后 是不是能够在一起 那有各有各地毅力 一死以后呢 各有各地虔诚 不一定能够啊 还在一起的 所以 活着的时候 一起做人 死了以后 一起做鬼 这样子的观念 这样子的想法 不是复教的 在 地藏经上说啊 就是 自轻孤弱 死了以后啊 因为各有各地医报 就是 怎么样的 亲爱的人 对面相逢 也无从啊 彼此的互相的帮助 因此呢 作为 一个人 所以希望 现在活着 也带几个人 一起去死啊 那这是一个 非常愚蠢的事 另外呢 对仇人的报复 对冤家的报复 这不是 迷信了 而是呢 就是 一种啊 愤恨 愤怒 发戏 报复 报仇 因此要杀人 杀人以后 觉得自己 再活下去 可能呢 法律上 也会受到制裁 那干脆 就 杀了人以后啊 自己自杀 那么像这种情形呢 认为 一了百了 自己把这一生的 这个 怨恨呢 能够 做一个总结 有人对不起你 那你就 希望把他杀了以后呢 就做个总结了 因为 就怕 社会 或者是法律啊 没有办法给你啊 达成了公平 作为公平 就是法律上 他的处置 不一定啊 让你能够满意 所以希望把人杀了 你自己处理了 像这样子的观念的话 这自己在死了以后啊 还得负责任 我们从因果上看呢 不知道 这过去啊 是谁先欠了谁的 现在的问题啊 错重复杂 因为 过去啊 什么时候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在 使得他 受到伤害 而这一次呢 找到了你啊 让你受伤害 你现在又要把他 伤害他 杀了他 以后啊 同样的 还会啊 你被伤害 那么这个叫做 怨怨相报啊 永无尽弃 所以我们在 复法的来讲啊 冤家 一节不一记 这一生呢 受到了一些 不啊 公平的待遇 受到了一些啊 冤枉的 或伪求的 打击 挫折 我们想办法 能够改善了 是最好的 还有从 法律的途径啊 能够 得到一些 公平啊 也就可以了 法律的途径 主要是 能够使得 社会啊 感觉到 还有公平 还能够 又说一些啊 想要犯罪 还没有犯罪的人啊 而不是啊 真正的彻底的 能够 所谓公平的 能够做到 完全公平呢 是很不容易的事 因为通过啊 三世的因果来讲 很难讲 什么叫做公平 那只能够说 紫基啊 不要再造 恶意 那是啊 从此以后 渐渐渐渐的 可以 怨怨相报的事情 就没有了 否则的话 现在自杀 或者是杀人 将来 还是同样的问题 周而复始 继续的循环 这是非常啊 不得了的事 就是不得了 永远呢 不能了及的事 这是非常啊 愚痴啊 而痛苦的事 阿弥陀佛